三位移基下第七章第十八節 于是大衛王尊虚坐在耶和阿面前 说主耶和阿 我是谁 我的家算什么 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 你会看到大衛在这里 他虽然是皇帝 但他没有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他在神的面前 他在这里这一刻 他很珍惜神 是借着这个先知拿丹 跟他说这一番的说话 他很珍惜 因为他知道这是绝对正确 就是不见神的电 都是绝对的正确 你会看到大衛就是 因为有这个质素 就是一个这么简单 懂得感恩 去数算神的恩典 去看自己 不要过于所当看的 这一种的态度 导致神是源源不绝 会跟大衛说话 而实际上 如我所说的 这很多时候 在很多人的人生当中 十个都不会有一个 有这样的机会 有神在他人生当中 去提醒他 在他作一些决定的时候 那个不是罪 那个人不是软弱 那个甚至是他的梦想 甚至是善意 但是神都阻止 很少这样的人 但很可惜的就是 就算有些人拥有这样的 可以说神的重行 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很多时候 这些人不懂得欣赏 当他不懂得欣赏的时候 第一 神的声音就会怎么样 就会稀少 第二 这个人自己的反感 都会将自己推入 去万劫不复的地位 导致他离开神的知意 结果堕入自己 一向神想带领他离开的网络 所以第一件 我们要知道 在大卫这一节经文当中 我们学了一个功课 就是原来我们一定要看 无论神的Logos和Rai Ma 在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也要看神的Logos和Rai Ma 在我们人生当中 都是至高无上的 明白吗 举个简单例子 指定 现在你不是听神仪加一个的Logos和Rai Ma 混合的一篇主义信息 2012、2012不是我创办出来 并不是我发明出来 并不是这本圣经 并不是我写出来 特意就着2012去写这么多的 Bible Code 写启述第十一章 去写这个电水礼 去写这个诗篇113 不是我做的 是神做的 但问题你有没有看到 当一些人不合听的时候 他竟然去攻击神的Rai Ma和Logos 现在你所听主日的 是Rai Ma加Logos Logos就是有神的话 Bible Code 我们看到诗篇 我们看到诗篇111的教导 但问题它的Rai Ma就是 直成神是E的时候 打开了E的时候 才有的智慧 让我们去解通圣经这些经文 这个是我们懂得珍惜 我们不懂得藐视 但如果我们内心当中 有少的藐视 我们不处理它 当一些熟灵长者 给我们的执伐 或者提醒 我们不珍惜它 我们觉得这些是谁叫你犯我 其实也是那一句 我这么多人犯你 最好你不要听 你走了 明白吗? 浪费我的时间 因为我宁愿去教100个肯听的 弟兄姊妹 然后让他们在信仰上起飞 好过我花了时间去教1个不听 然后还要忘恩负义 恩将仇报 明白吗? 你觉得我真的很想提醒这些人 所以我都说 很多时候这些人走了 我都松了一口气 因为说了给他们 都浪费我的时间 但是不说 又不行 很多时候是道义 所以弟兄姊妹 无论你父母也好 你的熟灵长者也好 没有人天生是那么喜欢犯你的 如果他跟你说是神的旨意的话 你应该要珍惜 你应该要欣赏 就好像一个儿子应该要长大 要当爸爸妈妈提他、教他 其实那个爸爸妈妈 都不想他一生都要靠他提 靠他教 他希望这个儿子能够长大 自己懂得自己做一个好的选择 明白吗? 神和这些熟灵长者 都是有这样的心 他不想的 每一次 每一年 练福年提你的时候 其实神也好 这些熟灵长者也好 其实他的内心是心痛着 就好像一个爸爸 他小时候一岁去喂这个儿子 他会心甜 但是如果到了41岁的时候 他发觉原来他的智商不成长 他完全不会作自己的决定 他在41岁的时候 还要一个匙羹一个匙羹 去喂这个41岁的儿子的时候 你知道他的心很安乐、很开心吗? 你以为他很想吗? 他很想生很多儿子 他完全都是用这样的方法长大 不想的 明白吗? 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 我要辅导一些已经想了20年的人 我都心痛要教他这些东西 我宁愿跟厨威聊天 打吵吵 跟子明说关于领思的心得 还深甜100倍 你知道吗? 因为我看见他们的成长 我看见他们在整个话语当中 不单止他们成长 并且他们可以教我转头 有些地方 所以我想给你知道 所以第一件事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的元件 我们应该有这份的心 就算我们没有这份智慧 我们都要珍惜和欣赏 神 又或者祂 借着祂的仆人 这些的先知 这些宿令的前辈 所给我们的提议 记住有些当然是原来南麻 但有些只不过是那样东西是对的 在我们现在的观点角度看的是对的 但在神的策略 或者是神的方向和心意 那样东西是兜圈 浪费你的时间 浪费你的心力 而导致你没有这样的时间 去完成神所 给你真的要完成的时代计划 或者你人生 神所命定你完成的东西 三好义记下第七章 第十八节 于是大慧王进去 坐在耶和啊面前 神说主耶和华 我是谁 我的家 算什么 你竟使我到这地步 心中知道 没有你我先迷途 心中需要 你光辉影尽我路 在我 夜七刻 请尽人 路远中 请保护 正恩道 让我们 去到 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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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